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容凱恩大議員在退出新民黨初選以後 還是如波未了 他當時說過 不甘受屈於有內定結果的初選機制 於是就要退出初選 拒絕為沒有新界東服務經驗的 藍CK100之首李梓敬去台橋 當然這個結局是不歡而散 有政界消息傳出 為何突然換容凱恩變成李梓敬這麼急 當然這與去年逃犯條例的修訂有關 因為在當時 容凱恩的丈夫丈夫袁尼昌 當中袁尼昌是袁尼明的妹妹 袁尼明曾任人民力量的前主席 袁尼昌曾經受過一些媒體訪問 在訪問當中流露出一些偏黃的思想 當然他的言論就會受到建制派的質疑 認為他不是站得穩陣腳 或者是容凱恩的致命傷 因為大家會擔心 到了一些關鍵時刻 例如正改表決的時候 容凱恩會不會因為袁尼昌這個因素 而忽然在表決當中倒戈呢? 會不會林鎮脫腳 突然去黃營那邊呢? 這是建制派所擔心的事 所以林鎮逆稅由容凱恩變成李梓敬 也不是空軟內蜂 只不過李梓敬為求上位選立法會議員 就由自由黨轉投了公民力量 即是新民黨的附庸組織 這樣的話也算是半變了 背叛了他的師傅田北俊 因為田北俊當年在自由黨對他百般栽培 還排在隊尾上位 可惜爛泥扶不上臂 在2016年的時候只獲得兩萬票 那就選不到 現在為求入局又走了去叛黨 退出自由黨入了公民力量 到底這次行不行呢? 當然就要看看葉太、黎動國 甚至乎新民黨為他推出多少票 這樣的情況下容凱恩也留有一手 他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提到 無論黨外或黨內都可能會有其他出路 如果要參選的話 其實就是為自己留定一條後路 不過以我的判斷 通常建制派的氣象都會選擇自我收皮居多 因為就算勉強選下去都好 票數都會相當慘淡 與其苟言殘喘 不如無謂獻醜就算數了 事情發展到今天真是峰迴路轉 有消息傳出 田北辰有意派遣容凱恩的老公袁尼昌 出戰港島區直選 大戰葉劉淑儀 這個消息還說 希望袁尼昌可以參考上屆王維基的模式 搶走葉劉的部分中產票員 實際上田北俊最近都有很多動作 除了他潛在人選包括袁尼昌以外 還有中科董事潘卓鴻 田少甚至打本給潘卓鴻做生意 而潘卓鴻勝全將會參加九龍西直選 講回港島區的大戰 到底袁尼昌如何回應這個傳聞呢? 他就說自己的而且確是曾經同過田少溝通的 將會積極考慮出戰港島區直選 標榜中間路線 他就認為自己有力拿到四萬多票 到底他如何計算出來呢? 他評估自己勝算的時候就說 上屆王維基拿到三萬多票 很多都是自由黨 即是田少幫他催谷出來的 再加上當時比較接近中間路線的民主思路 這個王子謙就有一萬票 所以他就評估自己有力拿到四萬多票 到底這個如意算盤打不打得響? 當然就要報名選過才知道 我也強烈支持袁尼昌去報名 港島區直選追擊葉劉 絕對沒問題 大家互搶這個中產票員就最好了 葉劉當然也不是省油的燈 當他看到田少動作頻頻 他當然會有回應 他就曾經向田少挑機 就說你夠膽就過來港島和我選過 現在就不是田少親自出馬了 下午勝傳他會找袁尼昌出戰 葉劉如何評價呢? 他就說 現時的政治形勢都變得兩極化了 標榜中間路線很難有勝算 你看看我的前黨友田北辰就知道 他就說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了 最後區議會選舉又是輸 社會已經變得撕裂和對立 選民每次投票都會自行歸邊 那些騎場中間派出來選 大家都會鄙視他 袁尼昌出來參選 可能會有些妹妹喜歡他 或者他的妹妹袁尼明會投給他 也不一定 但是就算由田北俊和前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來台橋 他在港島都欠缺裝腳 不是靠斯文就能選到 然後葉劉就連他的前上司 莊曾俊華也踩了 他就說 過去最近有沒有為香港做什麼 他最出名的就是當司長時搞美食車 但是就累到人家虧了幾百萬 這些很明顯就是酸葡萄的心態 因為一旦袁尼昌真的在港島出選 他至少會獲得以下幾位重量級的政界人物的支持 包括田少、周梁淑儀、劉健儀和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在他們這幾位巨星震被一呼之下 到底可以為袁尼昌呼到多少票回來呢 這當然也是要為袁尼昌 趁時去報名以後 直到開票那一刻才知道 但是這個很明顯 對於葉劉來說 就是一種威脅 葉劉自己也是要馬實中產的票員 現在袁尼昌的參選 正正就是在搶中產的票員 即是說有部分葉劉和袁尼昌的票員肯定會重疊 當然小隻香爐就小隻鬼 但是我非常支持袁尼昌去報名參選 因為有競爭才有進步 建制派都很需要他這些後進出來 提升他們的水平 利益當前 其實不單是非建制派協調方面有困難 就算建制派內部也是鬼打鬼 是不是大佬肥缺來的 這個立法會議員是十萬零一千元一個月 再加上很多津貼 包括籌作津貼 即是吃飯有單實報實銷 再加上交通津貼 醫保津貼 實在太多了 都還未計算辦事處的開支 文具津貼等等 資訊科技津貼等等 很多東西 還可以請一大堆議員助理 故此無論是建制派還是非建制派 在這塊肥缺面前都是欠崩頭 當然有些人不太限 那些人當然有快身家才行 那一位就是黃維基 他在業績發佈會之上親口回應 說絕對不會參加這個立法會選舉 我也欣賞他的 他既然做生意已經有聲有息 賣了這個寬頻業務以後 本來想搞香港電視 搞不成 其實我也說過 其實這個689幫了他很多 如果當時真的批了個牌給黃維基 我想也會虧到今天 因為電視其實已經是夕陽行業 現在是蔡翁失馬 燕之非福 轉搞網購業務以後 就搞到有聲有息 遲早就會大賺錢 因為這些網購業務 才是迎合新世代的發展 電視這些 即是遲早整理一間 何況目前我們家的電視機 很多時候都不是用來看傳統電視 比如說看Netflix 看YouTube 或者用來打遊戲機 甚至是專門買電視機 看無線 接著再說說世衛組織 早前世衛組織助理總幹事 艾玉德 在接受港台女記者訪問時 一聽到台灣這兩隻字 就炸炸地收線 像衛幕如心 台灣這隻字是不能說出口的 昨晚台灣外長吳超雪 就猛烈批評世衛組織 為什麼呢? 原來台灣曾經提供過一些防範措施的訊息給世衛 但世衛沒有將這些訊息和會員國分享 而且世衛組織在個案數字的統計報告中 將台灣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稱台灣為台北及周邊地區 吳超雪批評世衛組織是屈從於中國的壓力 在玩政治計算的遊戲 縱然台灣的防控工作 贏得國內外眾多的讚賞 不少國家都說要學習台灣的做法 但世衛組織就說 台灣已經得到所需的協助 即是將台灣排拒於外 吳超雪還批評 在世衛組織連台灣這個字眼都不能提醒嗎? 在應付全球大流行的時候 應該將政治拔在一邊 實情在馬英九的執政時期 即是2009年至2016年期間 台灣的確有參加過世衛組織 以什麼名義呢? 以中華台北的名義 Chinese Taipei 什麼身份呢? 以觀察員的身份 直到蔡英文當選台灣總統以後 這個觀察員身份就被中國的壓力下取消了 沒有辦法再繼續出席世衛的會議 當然 特朗普總統也簽署了一個叫做台北法案 希望在國際舞台上扶植台灣的地位 到底台灣能不能加入世衛組織呢? 就變成了中美外交角力的一個戰場了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